就是说我们根本去不到神的标准 我们很多时候还以为自己很厉害、很厉害 但是当我们真是面对圣洁伟大的神 公义的神 那么爱我们的神 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才发觉我们自己多么妙少 很多基督徒 包括我自己在内 有时信了耶稣慢慢慢慢 就日子淡了对神的爱心 或者是对神那种感动越来越少 我们需要回到圣经 只有圣经里面的话语 我们要很仔细的 一个字一个字架在那里想 主啊你到底在那里跟我说什么 我想问问你 你最近如果你在那里看圣经 神有什么message给你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现在面对一些什么的境况 神有没有跟你说话 你说没有啊 神没有跟我说话 可能你看圣经的时候 你没有注意 或者你没有静下来 让圣灵跟你说话 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可以再重新的经历 所以起码这几个星期 大家看马可呼音的时候 你慢点看 你多点想 他那些字 到底对我来说 我今天的生命是有什么意思的 好了 接着说到 若翰说来 他有两件事要做 第一就是全悔改的洗礼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自己救不到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以为我们是perfect的 我们想做到perfect的 但我们做不到 我们发现我们靠着我们的能力 可以熬到一段时间做得都不错 接着我就不行了 接着我们又说了一句说话 职人都有错嘛 我不是职人 更加有错 那就是做不到 做不到 只有靠神的力量 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彻底地来改变我们 第二样 耶稣除了说 悔改的这个道 在第七节那里 他又做第二样的事 就是他要宣告 有一个在他后面会来的 这个人 第七节那里 他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 比我更大 就是在这个能力上 这个人比我更大 他说呢 第二呢 在身份上 这个人比我更高 更崇高 他说我就是弯腰 给他解鞋带 我都不配的 就是说他是很高 很高贵的 我是真的很低微的一个人 第三呢 在我后面来的这个 这个弥赛亚呢 他是怎样的呢 他要用圣灵 给我们 可以为我们施洗 他说现在我用水 帮你施洗 在那个 在那个 的象征上 好像你减净了 用水 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都要过圣灵 我们要过圣灵的洗 我们才真真正正的认识到 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 那么他说 当耶稣来的时候 耶稣就会用圣灵 用他 神的能力 来帮助我们 来洗我们 让我们可以在圣灵里面重生 重生就是我们 心灵里面的眼睛 抹开了 看到 开始看到 以前看不到的 我在信耶稣之前 我都有看过圣经的 我看圣经的时候 一边看就一边在那里 挑剔 哇 什么这句话 说得这样的 我当时看 看新药 看到保罗书信 有几句 保罗说 你要效法我 好象我效法基督 我才说 哇 这个人真是口气大 还要人效法他 我们这些人是很谦虚的 不会叫人效法我的 是都不说的 是不是 哇 说到这么明 你什么人来的 有人跟着他 那时候是这么看的 很反感的 但是信了耶稣之后 再回去看圣经 就发现 圣经不同了 看起来的感受都不同了 所以当你再回去看 马可福音 我想你真是思想一下 马可福音 当马可写的时候 它的对象是哪个 它写的时候 是第一世纪 在罗马的基督徒 这些基督徒大部分 都不是犹太人 是外邦人 这帮人当时是怎样呢 是受到严重的迫白 当时如果你信耶稣 你也很危险的 在那个情况之下 随时会被人害死 拉了去 所以在这个情况 马可写这本福音 就是为了告诉他 不怕 我们信的这个耶稣 是神的义址 祂是美错 我们最终会得救 不用怕 我们信的这个是真的 不是假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些人看这本 马可福音 看了之后 他们的生命有改变 他们的心有安慰 今天 神同样可以用 他的话语 可以这样来对我们 我们要在神面前 真是重新的 可以求主 今天再给新的恩典 让我们重新再认识一下 神 当我们看 这本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那些字 所以继续看下去 第九节 好了 约翰说完了 他好像出来传道没多久 第九节一开始 又用那时 在马可福音 很多时候就有这些转折的 这句 你看的时候 你自己注意 很快的 好像这些节奏 那里说什么呢 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 在约翰里受了约翰的洗 立即已经说到 耶稣来了 在约翰里受洗 其实当你看其他 那三本福音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 可能有个对话的约翰说 你不用啊 你需要什么受我洗啊 我受你洗差不多 耶稣就说 不要不要 让我尽我珠般的义 应该做的 我就做了它 因为我是个人 我今次来是人的身份 所以我应该受这个水洗 那么耶稣就来 受这个洗上来 但是上来呢 他的情况呢 跟着说呢 就跟其他人不同了 人家洗完上来 就湿了 就回家了 但是不是哦 你看第十节那里说什么 他说耶稣呢 他从水里一上来 就看见天烈开了 圣灵仿佛 甲子降在他的身上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 爱起愿你 神的儿子 降受为人 没有一个人认得他 怎么证明呢 前面有一个 一个的 猜 这个的 使者 为他预备道路 那使者认得他 就指出 这个就是 来这个世界 救我们的 微赛亚 但是还有什么 引证呢 三位一体的真神 在这两段圣经里面 看到出来 当耶稣从水里面上来 圣子就湿的了 整身都湿了 滴着水就上来了 但是 天烈开 三位一体第三个 圣灵就好像甲子 在天上下来 降到他身上 这是一个印记 圣灵降在那个人的身上 那个人就得着神的能力 就说 这个是神自己所挑选的特别的人 接着还有一个声音 在天上说 这个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天父在天上 一个的印证 三位一体的真神 在这里 一开始在 马可福音的第一章 一半就是这里 还没完的 还有一整个 才有很长 才第一章完 马可就用这个来介绍 耶稣基督到底是谁 当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祂唯一的救赎是基督 因为神的爱 祂来到我们的人间 来到我们当中 祂想带来一个好消息 福音 我想请问你 你有没有得到这个福音呢 或者有很多都说 我已经得到了 我基督徒了 但是当我们得到这个福音之后 我们罪得赦免 我们有圣灵的施洗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跟随耶稣 后半段 马可福音就是一样一样的 将到耶稣 祂的生平 祂的作为 祂的教导 一样一样讲出来 当我们再一次看着 我们跟随这个神 这个主 祂在这个世上所做的 给我们有什么榜样呢 我们怎么样 看到祂的能力 看到祂的爱 看到祂的赦免 看到祂的恩 帮助我们今天 面对我们今天 所有面对的困难 求主帮助我们在这几个星期 借助马可福音 再一次使我们的灵命 可以复苏 如果我们不认识祂的 也都求主 用马可福音帮助你 认识到我们这位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让我们一起祈祷 主啊 我们将我们自己交上 今天 你藉着马可福音 这一段的经文 是 和我们再一次 讲到你自己的心意 主啊 愿意我们继续 看你自己的福音书的时候 你的话语 好像宝藏一样 一样一样显给我们看 让我们越看越兴奋 神啊 如果我们对你的爱 已经淡了 主让你帮我们 挑起我们以前 和你的那个爱 主啊 让我们更加的 是懂得去爱你 更加知道 我们怎么样 继续追随你 因为你一直带领我们 多谢你 听我们祈祷 奉我们主耶稣得声明求 Amen 多谢你收听 在刚才的敬拜时刻 我是城北华人基督教会的 林志辉牧师 每个礼拜 我们都为你预备 一个很精彩的圣经信息 希望能够帮到你 假如你对刚才的节目 有意见的话 或者是对基督教的信仰 很有兴趣的 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 电话是905-884-3399 或者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 www.rxccc.ca 来查询 也都可以到你家附近的教会 来聚会 我们教会每个礼拜 都有很多的活动和节目 我相信有一些的活动和节目 都是适合你的 请你留意以下来的介绍 愿神祝福你